大家好,我是徐明哲 欢迎收看今天的多空奇盛 那么今天价钱指数震荡 往下做一个整理 盘面上有很多的个股盘中出现击杀 虽然价钱指数只有小跌40几点 整个成交量也没有爆量 1000亿之上 只有900多亿的成交量 但是很多的股票在今天的走势里面 让大家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触目惊心 本来你认为看很好的股票 极强势的股票 那么动也不动 说也不说就马上亮灯跌停板 那我相信很多人在这一波的行情里面 过去一个月你几乎可以看到 每天都有大概40到60档的股票涨停板 那这些股票 如果你有参与的投资朋友 恭喜你 因为我们这一波一直告诉你 如果你在相对低档有布局 波段涨上来 你有低成本优势的人 你就是随时准备好 做停力的动作 反过头来讲 那如果你是这两天才 最近去的投资朋友 我认为你应该再重新思考一下 自己的操作策略 因为我们这两天在告诉大家说 我们的操作逻辑 很简单 如果你在看好一档股票的时候 你必须要从低档开始出发 而且是转强的第一天 后面你有低成本优势 一旦股票量价限筹码包含基本面 任何一边出问题 你就应该做停力的动作 所以我们在2月底的时候 呼吁大家 你要把资金focus到高价股跟F租群 那么到今天为止 我昨天出托了敦泰 今天我出托了普瑞 波段获利上面 到达百元价差 那当然我也是举一个例子给你看 我说如果这阵子里面 你没有把资金跟获利 集中在起涨的股票上面 你或许今天会看到说 徐老师怎么会这些高价股 今天跌势这么重 我要提醒你的重点是在于说 我之前测标有送给你一句话 善公者动于九天之上 不是叫你天天追涨天板 善公者在于说 当你看好一档股票的时候 应该是逢低布局 然后在起涨点上面站好位置 当别人在井上添花 你要想的事情是 井上添花的时候 你要什么时候做出托 反过头来讲 我今天也认为会有很多的节目是 落井下石 告诉你说 你的股票买在最高点 你应该来找我 我不想讲这种话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如果是我自己操作的股票 我逢高有卖的 你今天看到它跌 像5280的F敦泰 你今天看到它跌 或许你短线上面会觉得说 哇 徐老师 你昨天出来301块 今天它跌下来好神哦 那我也不希望你这样子看我 因为我觉得说我在教导各位 操作股票的过程里面 无非就是想要告诉你 当你每天觉得这个盘 好像很多的涨停板可以赚的时候 我前天还讲了一句话 我说满天赚金钓 你买三个没半钓 对吧 当你每天想要去赚掌停板 当你每天想要去追逐股票的过程 你又没有发现 自己少了某些东西 叫什么 我认为是叫策略 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也许到这个礼拜 盘式上面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大盘还是在8668点之上 做一个强势的整理 可是问题是 一旦资金结构再做转换 我相信很多的投资朋友 看到现在你会知道说 我们每天做节目有多用心 我们不断地明示下暗示 我说一个顶尖的投机家 一个顶尖的操盘手 是必须要去告诉你 资金流向的转换 然后你要去布局 刚刚转强的族群 不是吗 所以我在3月17号的时候 谈过两件事 我说高价股跟F族群 当时还是双箭头 没有问题 重点是在于哪里 资金已经开始扩散 电子股还是强势整理 但是大量 而且具备转机 或者是你称之为投机也好 这些上市的股票已经开始转强 我认为4月的主轴 是在于好进好出的标的 什么意思呢 我就举个例子来讲 像今天有些股票高档转弱 这一档股票 6146的更新 你说它跌停板对你来讲有什么重要的重点 它的成交量有几张 今天跌停板就有1800张 我前天在讲资金观念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我提醒过你 我说如果你站在一个超级大户的主力结构来想这个大盘 如果天天涨的都是这些量小股本小 然后让你觉得好像很强 可是问题是超级大户买不进去的股票 你认为这个盘会走多远 不是吗 是嘛 所以我提供这个观点让你去参考的时候 无非就是要告诉你 当我3月18号提醒过你 资金已经开始进行转换 电子股的新主轴已经开始启动 来放在这边 我当时解一行字很多人很怀疑 什么叫老牌电子股 那这些老牌电子股到底有什么用 我昨天是不是举了金豪克的例子 我说金豪克这种成交量够大 而且你都听过的股票 一旦它往上做攻击 我相信全市场没有人不认识它 不是吗 但是回过头来讲 你讲更新 或许有些人有研究 检测的 然后基本面不错 对不对 那股价最近很飙 突破之后涨停涨停这样子 那如果你追在这边 我请问你 你是不是成为少数中的少数 你跟大户的想法其实是不一样的 不是吗 所以我在3月18号的时候提醒过各位 为什么我当时在卖敦泰 我讲穿了 5280的敦泰 229块钱转强 301块钱出现技术性瑕疵 卖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告诉你 资金要转向5.5亿的股本 不适合超级大户做 不是吗 所以你今天回过头来看 大阪虽然就有跌势12点 但是逆势突围的股票叫老牌电子股 包含原相 包含金豪科 包含铃养 甲午黑马年 当然节奏是重点 你或许会觉得说 徐老师什么叫节奏节奏 那我重复验证给你看 我说我们在操作的过程 尤其是每一步都必须要规划好 当我看好的方向已经大涨特涨了 我想的不是说再招揽你去最高 我反而会提醒你 我们的操作策略你要懂 低档既然有布局到 相对高档出现什么样的瑕疵 我们会做一个出脱的动作 不是吗 3月11号我讲大盘 大盘在颈限制上做吉祥式整理 主流在哪里 一样是高价跟F族群 后面我在3月17号提醒你 4月的主轴已经开始启动 接下来这些高价跟F族群 做个股表现 包含汽车族群也是一样 昨天资金已经开始往高价 族群里面的老牌 或者是大量的电子股开始做接棒了 不是吗 今天加圈指数往下跌四十几点 来放到这边 以技术形态上面来讲 这个叫高档的三角收敛 高档的三角收敛 那么一旦突破或跌破 会有另外一波比较大的行情 但是以今天结构调整的过程来看 我认为三角收敛的末端 它如果真跌破或者是真突破 真跌破或者是假跌破 你要去参考它的成交量 目前台股的成交量不足千亿 明天才是关键 重点是结构上面 中小型股留意停利点 高价股处于个股表现 老牌电子股已经接棒 我就举这个例子给你看 我说近期很多的投资朋友 尤其是我们最近进来的 新的投资朋友 新的团队成员 他们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不管是自己过也好 或者是参与度也好 我昨天就问了一个问题 如果你参与度很高 你的尺骨应该超过五成以上 那如果你参与度不足 只有在五成以下的资金 代表你这一波并没有做到主流 这是我昨天讲的观点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 你看这一波的柜台指数 它从2月5号开始起涨 大盘大跌的当天立刻收红往上飞 这个波段几乎没有休息 直到这一天为止 出了一根大量519亿往下灌 后面又往上做电高 对不对 今天再往下灌一根 以技术形态上面来说 从2月5号涨到了现在3月 今天之前 你几乎天天看到 40到60加涨停板 里面包含大部分都是上柜的股票 那我请问你一个问题 你学过技术分析的告诉我 一旦这个低点往下做灌破 这个叫什么 下降三法 所以个股上面你要当断则断 这是我今天给你的建议 当然很多人会说 徐老师那是因为你股票上面 你只有获利你才这样讲 我说我不是这样讲 我们常常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你看我的节目 你会跟别人觉得说 怎么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们在告诉你操作的过程里面 我们是要你去建立一套自己的系统 我就举我们的例子来说 我们的例子来说 多空其胜在做股票上面 如何做抉择 选股当然是从产业分析开始 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选时你就要靠决策系统 今天你知道吗 我的决策系统里面 这是我的画面 今天有大概64档股票 首日翻空 放到这边 这些股票当然你记得下来你就记了 记不下来没关系 我只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些股票当首日翻空的时候 对每个人的定义来讲不一样 有些人是高档准备逢高获利了结 有些人是买在高档 已经开始套牢 那对于我们研究团队的意义是什么 他是告诉我一件事情 未来大概一个月里面 我有46档股票不用看 因为我占多方 因为我占多方 但是我占多方的同时 我也提醒过你 你如何先处理手上自己的股票 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在操作的过程 尤其是我说 我们面临这么多投资朋友 在陆陆续续加进来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有先持股诊断这一方面 那有些股票 为什么决策系统会有用 是因为它把我的量价线结构 跟我的经验全部设定在里面 一档股票 不论基本面好或坏 利多或利空消息 你都先从决策系统来看 我就举个例子来讲 像我们最近新进来的会员 手上的这档股票 3494的成岩 来放在这边 3494的成岩 你知道吗 3494的成岩今天打到快跌停板 那你说徐老师 为什么它会快跌停板 我在处理股票的过程 我在处理股票的过程 像这一种早就在30块两毛钱翻空的讯号 跌下来跌一段反台上来 并没有出现多方讯号对不对 我新进来的成员就问我说 徐老师 徐老师 这一段的过程里面 这一段的过程里面 要不要去抢反弹 我说由于系统它还在空方讯号 不要去抢反弹 事后证明如果你在这边抢反弹 今天它又一根跌停板送给你 你又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的作战系统 其实是很缜密而且完整的 不是吗 当然我相信今天会有更多人更关心 这些高价股有的是第一天起跌 有的是高档破线 那徐老师你卖掉敦炭 你卖掉普通之后接下来怎么办 我们站在多方 而且资金已经转向了不是吗 所以你要去布局低档开始起涨的股票 所以现在回来之后我再告诉你 你如何做操作 现在之后我马上回来 台大十分钟 静心在隔壁 千平基地 刚故制政 李天朵大林族 新日铁三强年首 静心文汇 专专业的研究团队 老师犀利的见解 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给您最中肯的建议 给您最明确的方向 选择高薪让您放心 选择高薪让您坐拥高薪 高薪头裤是您唯一的选择 02-2717-5567 02-2717-5567 高薪头裤 請用五分鐘 爸爸 來回到現場 那麼跟上節奏來 旋骨上面我們是靠產業分析 那麼旋時上面靠的是決策系統 今天新櫃指數 上櫃指數往下做一個灌破的動作 如果不小心來到月線或者是跌破這個低點 你手上的持股要顏色停利點或者是停損點 我們剛剛舉過例子 以我們的決策系統來看 今天有64檔股票 高檔或者是中段整理 首日翻空 這些股票如果你想做多的投資朋友 先避開 我剛剛舉這個例子 其實每個人都看得懂 不是嗎 如果一檔股票高檔翻空 千萬不要讓它跌下來的時候你受傷 反彈上來你又加碼 後面它又跌停 我怕的是你會有這種股票 今天第一天翻空你不知道 這樣子就比較麻煩一點 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回過頭來 我們講一些正面的 來 那我在3月17號的時候談過一件事 4月的主軸上市量大好進出的標的 開始啟動 安德烈克斯托安尼講過 一個偉大的投機家 他看了這麼多的東西 是要告訴你 資金的流效往哪邊跑 我有沒有做到這件事情 我驗證給你看 我3月17號談什麼 資金轉換老牌電子量大好進出 不是嗎 所以我把中小型的敦泰給賣掉 今天我在賣掉普瑞 那你會說徐老師 原來看盤的重點是在這邊 我說對 這才是看盤的重點 不是嗎 3月17號我談過一件事情 從貨利的角度看 中小型股你買1000張 20塊錢漲5成 等於你買1萬張大型股 20塊錢漲5% 賺的錢是一樣多 我當時這樣的利潤點 從友達出發 不是嗎 友達轉強往上創新高 後面來到11塊錢 我就更篤定 3月18號我提醒你 高價族群拉高本益比 個股表現了 個股表現了 老牌電子量大好進出 資金再轉換你要跟上節奏 什麼叫節奏 來 今天你手上中小型電子股 快要跌停板的 那我請問你 你如果在兩天之前你知道這件事情 你就會選擇什麼 減碼 停利 我有沒有這樣做 量大好進出金豪科 這兩天的成交量6.49萬張 好不好進出 好進出 來 原相 這兩天的成交量1.6萬張 好不好進出 好進出 來 我昨天特別遮了一檔股票 我秀給你看 3月18號放在這邊 我說這檔股票靜值10.82元 上年 去年第二季開始虧轉盈 技術型在圓弧底的右邊 開始出量 對不對 對啦 2401的靈陽 今天大盤跌 為什麼它漲 欸 徐老師 怎麼會這樣子 我們前天還在很高興的 這些中小型股掌停板 對啊 當你認為你是股神 天天都可以賺到掌停板的時候 你去想 真的股票操作有這麼容易嗎 來 我嘗試看好騎車產業 我小帶一下就好 這些股票我全數獲利了結了 我已經跟你談過了對不對 但是我們今天轉換到F立凱 77.5元 不是嗎 後面漲停 後面再創新高 創完新高之後呢 量縮拉回是買點 81.6元 對不對 對啦 後面漲停板 它今天再創新高 那我請問你 從這個地方到這個地方 一樣是汽車產業 5227的F立凱 為什麼今天特別強 欸 徐老師 今天F股不是很多都在精手的下殺嗎 如果你手上是這檔股票 你應該沒什麼感覺啦 不是嗎 所以我們再強調一個重點 當各位投資朋友你看我節目的時候 我真的衷心希望你 把所有每一個階段的東西給學下來 對你來講 在股票市場裡面 一輩子受用 當然你會說 徐老師 不行 為什麼 你二月在談汽車的時候 我還沒回神 你三月在講高價股的時候 哇我頭都暈了 怎麼一下轉到高價股 可是我請問你 汽車主區裡面F立凱 是不是持續創新高 對啦 三月的主軸高價股 我二月底跟你講 不是昨天才跟你講 欸 對耶 徐老師 你二月二十六號就領先講 敦泰 我相信你這張圖卡看過很多遍 我就不再贅述 當我的股票在漲停板的時候 善公者動於九天之上 為什麼我當時一張都不賣 後面我全部獲利出清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善公者動於九天之上 你不是買最低點去等一個月等它噴 你是買轉強點直接賺 操作上面如何做 我相信每個人都看在眼裡面 我也不再贅述 不是嗎 240塊錢的普瑞 256的普瑞 我今天盤中 平盤的才放在這邊 我平盤的時候把它給獲利出清掉 你說徐老師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我還是講 我還是講 如果你是佈局在這邊的 你今天即使跌停板賣 你還是獲利的 只是你少賺很多而已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一個精準的研判 我從2月26號講到今天為止 close掉 專心做集中火力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2月26號 3月主軸高價股 3月19號 高檔震盪短線8檔 百元價差 就剛剛好100塊錢 錢抽回來要怎麼做 我等一下告訴你 那有些我們的代表作 來 茂連125 後面1825我賣掉 來3665F茂連 他今天的走勢 我覺得不如我的預期 因為我認為 一檔強勢的股票 不應該跌破0.382 那你賣在182的 你今天回過頭來看 至少你會很開心 所以0點是158 哇不得了 可是問題是 下一步該怎麼做 還有沒有機會長上來 這才是你關心的嘛 不是嗎 你如果跟著我們的節奏 至少這一段 你是很開心的 整個2月 人人講茂連 茂連茂連茂連 現在會講茂連的 就是在罵他 那 我 我還是不想落井駕駛 因為 投資朋友90% 喜歡做多 我們的節目叫多空其勝 我不是不會做空 是時機還沒到 資金再轉換 那我請問你 你這波看我們的高價股 從茂連普瑞士德敦泰 你得到了什麼 這些全部close掉囉 close掉囉 有買有賣 這是實際的操作 這叫實戰 當然是準備布局下一檔 所以我們昨天特別提醒你 跟上節奏來 我還是強調 站在多方思考 只是有些漲多的股票 人家已經 低檔漲上了兩三倍 你追在天上了 我就覺得很可惜 為什麼要把你的資產去 給別人的財富呢 你為什麼不從低檔出發 善公者動於九天之上 我檔檔代表作 你每個都看在眼裡面 真的都是從低檔出發 不是嗎 我們昨天談到這檔股票 我說老牌票漢型的電子股 你要突破前提早布局 今天來到70塊 進場做布局 一旦這個整理結束 你會發現 下一檔敦泰 下一檔普瑞 又出現在你面前 但是我希望 這一次你就不要再等了 因為除了這一檔之外 我今天清了蠻多股票的 還有另外一檔股票 我認為底部型態非常的票漢 這是周線 這個整理真的是非常的強悍 大量洗盤 準備突破飆漲 你有機會 在下一波的行情裡面 跟上節奏來 好好的調整手上的子股 利用我們的精英狀案 跟我線上助理做聯絡 再提醒一次 有些高檔轉落的股票 不要留戀 轉換到下一檔股票來 足夠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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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